当然因为之前有过一些合作 有 疯狂石头 疯狂赛车 无人区都有 拍疯狂石头的时候呢 因为我是去客串的 他们当时他和刘化还有郭涛什么就已经在那个剧组里了 那个时候我去那个 我记得黄博还烫了一个那个头发 我们还一起一起吃饭了 徐征出演《疯狂的石头》完全是机缘巧合 当时导演令浩本打算邀请小头红客串这个角色 就给小头红画了一份剧本 徐征和小头红夫妻俩一直合用同一个工作与乡 于是这份剧本就被徐征无意间看到了 徐征看到了剧本后大家赞赏 主动联系《疯狂的石头》剧组 免费出演了一个老板的角色 事实证明 徐征的眼光很不错 《疯狂的石头》成为了小成本戏剧电影的成绩典范 得到了观众和媒体的高度评价 黄渤也继续一举成名 后来黄渤就迅速地窜红了 这个偶像的地位 实力派的地位 就一步一步往下 就是往上走 然后等到我拍戏的时候 我就说 黄渤老师求求你吧 能不能来演一下我的戏 其实我还行 我还很给面子的 对 徐征可不是 我们那时候《疯狂舌头》的时候 那是我们戏请的腕儿呢 对 一来说 吃八剑 吃八剑 来来 你就打算了 就是 对 没什么 对 来 对 来 就行 对 来 哒 你 cle 感谢观看